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多新的新聞 我們開始有少許應接不下 要選題目講了 但是選題目之餘 我們要補充上個星期發生了什麼事 上個星期就很轟動的新聞 過了兩天之後都遷了 就是完全沒有消息 接著我現在看到一段新聞 我讀一讀給大家聽 Condensed Matter Theory Center With a great deal of sadness We now believe that the game is over LK-99 is not a superconductor Not even at room temperature or at very low temperature It is a very highly resistive poor quality material period No point in fighting with the truth Data is spoken 用廣東話去翻譯這個這麼短的一篇帖 就是說 我們現在非常失望地 很傷心地說 玩完了 這個LK-99就不是一個超度體 就算是這個室溫都不是 就算是非常之低的溫度都不是 它只不過是一個非常之 resistive的 它那個具體的意思是不是 就是那個 簡直是一個絕緣體的意思 絕緣體 低的質素的絕緣體 就這麼簡單 這樣就無謂跟這個真理去爭吵了 資料就已經講得很清楚 那沒有頭沒有氣 沒有味道 雖然我們上個星期講過了 但是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件事是怎樣的 咦 還有 原來南韓那邊有些超導體概念股 炒到現在全部都坐在艇 那這裡很幸運 又不是很幸運的 上次我都是憑自己的判斷都說的 當然我自己說的時候都是盡量嘗試小心地說 因為大家就寄予很重的期望 那台長你一問我有沒有投資機會 我就都不會給到什麼意見大家 另外就有一些東西跟上個星期說的 預期也都不出所料的 上個星期有提到最樂觀的情況就是 它都是超導 但是要很低溫 但是現在呢 很有趣啊 台長講這件事 為什麼我都認為這麼有 這個一錘定音的能力呢? 就是因為這一間叫Condent Matter Institute 這間的東西呢 是遞屬於美國馬里蘭大學的 馬里蘭大學為什麼這麼厲害可以鬥巴 一次刮了這麼多人呢? 那它當然有上一份量才做得到啦 其實呢 馬里蘭大學本身 它做這個凝聚態物理的理論和實驗都是第一流的 就是我夠膽講就是 如果由它們那個高度電腦化的運算 它們有能力在理論上面呢 大大力掌握了上次那個 Laurence Berkeley Lab那班理論家一巴 就是上個星期的爭拗點就是 不是啊 美國一流實驗室都有人說 理論上可以啊 那我們上個星期一集我已經講了 那個理論要小心 它用那個理論的解釋力很弱的 那哪個理論解釋力強一點呢? 就是現在呢出了這個聲明的這個馬里蘭大學 它們在那個無論實驗裡面 還是那個電腦運算去嘗試解釋這些這樣的固體 那麽理那方面呢 它們是第一流的 很厲害的 那所以我自己都會相信就是 它們這次講的就是結論了 大家呢 所以就不需要再想這個LK99這件事 那當然啦 在我們上個星期節目出街的時候呢 韓國那邊也都把文章下架了 那然後就台灣那邊呢 就在找到台大的人呢 去做個直播來複製啦 那也都複製不了任何的特徵啦 那而出來的結果呢 就反而是直接吻合那個馬里蘭大學的結果啦 看不到超渡 越冷的時候就只看到它的電阻越高 如果你超渡的時候呢 你冷冷一下那個電阻突然之間插回去 會過低的某一個溫度的時候 那這件事沒有出現到 那所以我會 就是我都不想在這裡用整個節來說這件事 我就覺得這件事完了 是不用想的了 那就是那個距離真的要做到那個比較高溫的超渡 還是有很長的路要走呢 但是有兩個疑問 其一就是它這段很短啦 它沒有提出任何的論據啦 那個論據在哪裏呢 為什麼可以一除定音可以說 那個資料已經是證明了齊呢 第二個 最初這間應該是 Berkeley還是Lawrence Lawrence 這個羅倫斯是什麼 是Lawrence Berkley 它這篇論文 那為什麼當時會出了哪一篇論文去證實了這件事呢 這樣說啦 那篇論文一向不是給行內人看的 不是給行外人看的 行外人看錯了 而且包括就是我和你上個星期做的時候 你在另外一個的Twitter裡面都那個文章說 不是啊 那個人說 Lawrence Berkley是說他加持了印證這件事 我立刻就說錯的 這件事根本就是 錯的不止 很多行外 就算你說做隔壁那門的科學的人 他以為真的有理論印證了 而很少人是真的能夠知道那個理論 那一套叫做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本身對於這些超導體現象的解釋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你要知道那一套理論的限制 你才能夠給得到一個評論出來 所以是一個誤會來的 在這裏 所以你說如果 這裡這麼說 為什麼我自己會信馬里蘭大學 結果多於信其他的那些呢 就是馬里蘭大學如果他就算是做理論研究 他是用一個高度計量電算化的研究 來去做那個固體的模型的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做理論研究的時候 馬里蘭大學本身能夠給出來的那個 就是 預測度和精確度是會高一些 但是你說詳細來說 他用了一個什麼的系統來去計算呢 我自己都不清楚 這個純粹就是一種以我行內所知的直覺 因為只是看到有些師弟去那裏讀書 本身去讀的那些工底很硬正 你有了這種工底 接著就去做 出去去 最差的那些都起碼去到華爾街 在那裏找大錢做運算的那些人 還有整個那些 就是computational science 在那一頭都不止是那一間 附近還有好幾間都很厲害 所以我只能夠說 再有什麼大學告訴你做到的那些呢 其實就炒作的東西居多 但是怎麼說都好 最後最後你都要回去就是 能不能夠重複去驗證到這件事 到最後你隔了一件事 一個多兩個星期了 又沒有實驗組完完全全重複 100%這樣重複了韓國所說的東西呢?沒有 最多那個就已經說 去到用液態淡冷却的時候都見到它超渡 但是這個結果 有沒有其他的實驗組又重複到呢? 又是沒有 所以你發覺那些證據就很枝離破碎 亦都不能互相認證 所以我說這件事 其實就可以說到這個禮拜就這樣就完了了 正據說了,game over了 大家不需要再糾纏 這件事發不發生 因為如果真的發生了 這個禮拜我想就很虛陷了 現在無聲無影 我想是一個多邏輯推斷 根本就是關了 是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這個超渡的問題 在其他科目上面 例如法學上面 我們有沒有一些真真正正的突破 發生著呢? 那就是了 所以我寧願這次留一點時間 講一些新的突破 我們怎樣去理解超渡現象呢? 你如果看一個理論上闊一些的層面 其實就說 就是這樣一個固態物體 它當它的溫度低於某一個溫度的時候 它出現了一種上變 什麼為之上變呢? 你水結冰是一種上變 水變成蒸氣是一種上變 就是說隨著溫度不同的時候 表現出來的形態和整個物理性質不同 這個我們會叫做一種 phased transition 上面的現象 如果用上面的這個角度去看超渡現象 其實超渡現象都可以是一種上變 就是當它的溫度過了 低於某一個溫度的時候 它這件事本身 整個導電性質有一個急劇的變化 就完全的電阻幾乎去了零 所以我們真的會這樣看的 溫度低和溫度高 是會令到物質的性質有不同 統稱來說是一些上面的現象 我們看看 如果有很多的物質 其實一下子都 如果你說要說分類 可能就要解釋太多的事情 比如有一些我們會叫做 帶有在物理上 就是我們歸類都叫做波式紫的 那類這樣的物質 你可以平時的時候 它都能表現出一個固態的結構 但是你將它的溫度壓得夠低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種叫做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 其實我們在很久很久之前 科學新知有一次講 這個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這個概念 但是你說詳細這件事 是一個什麼呢 容許我暫且不詳細解釋 就是世界上會有一些的物質 當你將它動到它足夠低的溫度的時候 它就不是表現到超渡現象給你 它是表現到另外一些很獨特的現象 就是裡面那些粒子 大家都可以一起降到一個能量的最低的狀態 然後它們幾乎就是融為一體 而且不是說它那個粒子和粒子之間 沒有什麼說哪粒特別一些不特別一些 而是說它們的量子態都是一樣 因為這些波式子它是有一個這樣的能力的 它就可以大家坐在一個 幾粒東西坐在同一張椅子都可以的 所以如果我們將這些原本是由波式子組成的物質 溫度降得夠低的時候 就可以出現了一種量子態一樣的一種凝聚體 它們整堆東西就變成一個單獨的物件 單獨的一致的量子態 這種東西能夠做到出來是需要很低溫 需要懂得選取適當的物質 很尖端的實驗儀器和技術 所以第一批能夠做到這堆東西 而拿這堆東西出來做研究的科學家 是拿了諾貝爾獎的 你數到1998年那個諾貝爾麥尼學獎 就是這樣做到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這些研究 現在事隔都成二十多年了 這個東西弄到之後 那些人就拿去玩 比如說拿個激光來去搞動一下 這些叫做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 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 這種超低溫的這種物質 量子物質 看看有什麼 找一支激光搞下去之後看看有什麼反應 這次但是我們也不是要說這件事 而這個星期來講 是在這個芝加哥大學 一個主要由華裔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小組 我覺得他們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就是他嘗試研究一下 我拿著這堆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 他這次選取的那種物質就是Cesium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如果你吃了肚子 入了骨 是很難排出來的那種 如果它有放射性同位數的話 出來的危害更大的 它用Cesium的這種物質 來去整成一個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 溫度需要相當低 然後去放另外一種的原子下去 來看看它們之間的化學反應會是怎樣 其實一般我們知道很簡單 在化學世界大家想想一件事 在化學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我是有蠟和綠去化合出來 就是綠化蠟 就是我們吃的鹽 你真是可以把一塊蠟的金屬 一下子塞進去綠氣裡 你看到它會燒起來 當然那種燒跟我們平常見的燒有點不同 但是你都會看到有火光很熱的 然後就剩下一堆白色的粉末 舔下去是鹹的 那就是綠和蠟化合變成綠化蠟 你在一個微細的層面看 你就會看到真是一個清清楚楚的蠟的離子 跟一個清清楚楚的綠的離子 一粒黏一粒 最後變成一個整體的化學分子 那這個圖像很清楚 化學的圖像 但是如果在我們這次說 如果你是一堆由這個Cesium元素組成的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 它是一大堆Cesium的Atom 但是在這個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的狀態之下 它們無分比錢 完全大家拿了同一個量子狀態 我再丟一個其他元素 跟它產生化學反應的時候 我還講不講到其實它跟哪顆產生化學反應 原來是說不到的 這件事很有趣的 不是的 你想 平時我們看到明明有些元素在左上角 有些元素在右下角 但是在這個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的狀態的時候 你不可以再說這句話 因為所有的那堆這樣的物質 它的波涵素完全是混合成為同一個的物體 於是現在就是這一大堆的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 它作為一個個體 它跟一個新的外面加入來的新的原子來做化學反應 所以這個是發生在一個極度低溫 極度需要用量子物理來解釋的一種化學反應 它不是一粒東西跟另外一粒東西化合 而是一堆東西跟一粒東西化合 會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這件事我們從來讀化學 我們沒有人研究過的 不知道的 現在他們就是芝加哥大學這個研究小組 有華人有日本的研究生在那裡的 他們做 我覺得很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開了我們的眼界 第一次去展示給我們看 這些這麼量子性這麼強的這些物質 和進行一個正常化學反應的時候 和我們看到的一般化學反應有什麼不同? 他們說得出有什麼不同? 他們看到化學反應比預期快了很多 平時就一粒和一粒黏起來就是這麼快 但是現在是一堆這些波式愛因斯坦形狀體黏起來 和另外一粒黏起來的時候 一來你說不到究竟是第三粒和它黏起來 還是第七粒和它黏起來 現在是大家整堆東西無分比一次一起和它黏起來 客觀的效果就是令整個化學反應快了 然後當你進行一個量子模型去計算它的時候 你看到的東西原來很有趣的 你是好像覺得不是有一粒Cesium元素和另外一個新加入的原子化合的 你是覺得好像我說得逐一點 不是在玩2P的 是在玩群P的 整個化學反應是變了 不是一個單體和一個單體的運動 而是一大堆N的群體和這個新成員一起集體玩的一個化學反應 就是從這個理論和實驗那裡 同時間都能夠去描述到這個這樣的結果出來 所以在這個研究裡面 他們這幫研究者 他給了一個新的名詞出來叫Super Chemistry 台長現在正在展示出來 就是Quantum Super Chemistry 這個Super這個詞可以怎麼理解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超導體問題的時候 Super Conductor 那這些就是通常要做到很低溫 令到那件物質出現上面的時候 在Super Conductor的情況 它的上面表現就是令它展現到這個超導現象 但是如果在我們這次的例子所說 它現在是用一堆已經上面了的一堆這樣的物質 去玩它的化學反應 所以它就砌了這個新字出來 就是Quantum Super Chemistry 就是這樣去玩 就是我會說這個可以說是世界上 在這個領域第一次有人做這個實驗 那這件事和這個超導之間有沒有關係? 我不會說有必然的關係 因為怎樣去說呢? 如果在這個凝聚態物理 低溫凝聚態物理的範疇 你有權說超導體 其實就是一種波式愛因斯坦凝聚態 就是我會說在整個這個低溫 這種研究波式愛因斯坦凝聚態的世界裡面 超導體是其中一個領域來的 只不過就是說不同的物質它去到最低溫的時候 有些能夠產生上面有些不能夠 而且它上面那種形式很多都很不同 就是由此有人就發現其它形式的上面 又拿了一個諾貝爾物理學獎的 那這個就是對應於幾年前發生的事 那我會這樣說 當你研究波式愛因斯坦凝聚態的人 他們是對於研究這個超導體現象 他們未必會參與 但是他們會有獨立的眼光去明白裡面發生的事 那我會覺得這次他們這幫人 整這堆波式愛因斯坦凝聚態出來 去玩那個化學 又是進入了幫人開啟了另外一個世界 而其中在他們這個文章有提到 譬如說是一個什麼世界呢 就是有人在想著 可不可以將這種現象 變成為一些未來量子電腦運算單元呢 有沒有潛質呢 變成一個kubit量子委員呢 暫時未知 但是當我們能夠有能力去掌握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是都不奇怪的 如果由我自己一個直覺 我會覺得用這些東西 整出來的那些kubit 有能力是做得更加穩定 還有有能力做得更加精確都不奇怪的 但是當然這個我自己一個 純粹一個很天真想的直覺 最後會不會這樣發生 都是真的要看這幫專家 看看他們做到些什麼出來 好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節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請教派